第九十六屆奧斯卡登場 年僅三十五歲的愛馬史東 七年內二度豐厚 精湛演技 狂惑好評 兵將大亨朱國榮 棄保五億潛逃 傳出人 已經落腳俄羅斯 揭秘二點五萬公里的 海陸空逃亡計畫 中國人大閉幕 國務院正式被虛擊化 未來只有一號人物 習近平沒有二號人物了嗎 鎖定今晚靠近看中國 這一屆奧斯卡入圍 最佳紀錄短片的金門 與奶奶跟外婆 都是台藝美籍導演的創作 有濃濃的台灣味 會是因為這樣讓今年的中港澳 又沒有轉播奧斯卡嗎 2021年導演趙婷的作品 《遊牧人生》跟描述反送中的短片 《不歌席》入圍奧斯卡 所以當年TVB打破了 歐52年傳統首度不轉播典禮 然後隔年也就沒轉播了 到了去年是因為楊子瓊進軍領候 而且獲獎的希望蠻高的 所以才有一個有限頻道 去接手TVB的現場轉播 但是到了今年又補播了 那麼是不是缺少越來越多的自由 香港人權再度被緊縮 所以很多人來到台灣 接下來我們要透過兩位 在台灣的香港人 一位創立光傳媒 從台灣對全球的香港人發聲 而一位是來台灣讀書 當藝術家 走進台灣家庭 跟不同人吃飯 把認識台灣人的收穫當靈感 投射在畫作當中 參加比賽 也漸漸在台灣展露頭角 我再看到香港真實的風景的話 我真的會哭啦 總是以笑臉面具示人 隱藏笑不出來的人生境遇 她是香港業餘政治漫畫家 VA Wonser 在香港原本是中學 視覺藝術老師 2019年刊臉書粉專 抒發觀點 像是節目 中國好聲音變中國禁聲音 還有幾張畫直接挑戰習近平 後來國安法通過施行 多人被捕 當初畫風的調侃諷刺 變成深夜隔牆有耳的刺 因為我在凌晨的時間 如果有聽到鑰匙的聲音 或者是有人在我門口走過 或者是聽到警車的聲音 我其實會立馬很緊張 然後就睡不覺 最後被匿名檢舉學校解僱 失去工作事小 失去人生安全勢大 2022年擔心被捕 跟父母吃了最後一頓晚餐 我買機票其實是離開香港前三天才買 所以就跟他們吃最後一頓晚餐 所以我就自己一個人搭著計程車 就告訴自己 現在真的好好地記下這個畫面 因為我知道可能是我最後一次 可以看到香港的風景 匆匆趕往機場路上 巴不得雙眼能錄下香港最後風景 到機場沒有到起飛前都沒放心 因為那幾天 還是有很多新聞說 很多公眾人物在機場 想離港然後被抓 所以我那個時候的心情 其實是害怕 擔心有什麼秘密警察在旁邊 所以我到了機場 Check in完之後 其實我一直躲在廁所裡面 所以真的那個心情只有害怕 沒有太到很感傷的心情 等到路徑鬆了口氣 2023年在台灣讀藝術研究所 暫時有學生身分不再漂流 他在台灣扎根方式很特別 是到處跟人蹭飯 到不同台灣人家裡吃飯 他稱作加雙筷子計畫 認識台灣排解相熟 至今去了50幾個家庭 然後會為了那一餐畫一張畫 因為我就是不明白台灣的政治氣氛 然後這些文化 所以我真的想走進台灣人的家庭去問個明白 我們在香港就很直接 就非藍之直黃這個分別比較清楚 當然台灣這邊發現綠跟藍之間還是很多空間 印象最深刻 餐桌上有不同的菜色 也有不同的色彩 而接納不同的風格不就是所謂藝術 我其實很謝謝台灣 有真的把VA王Sir 試著用藝術家這個身份來看待著我 因為在香港有一些會有 有一些就是這樣 你的作品沒什麼大不了 台灣包容力讓他找回自我價值 在台灣依法規定不能工作 靠參展比賽網路流量賺生活費 生活大致都很適應 除了人生無償 中秋那一天舉頭望明月低童撕媽媽 親戚就會用他們的手機直播 只能在電話旁邊喊著說 媽媽就一路好走 不要閃念著我 就我會在台灣這邊好好努力 到現在還是很想念著他 所以現在看到這幅畫 有一些感善 同樣來自香港前蘋果日報 專題記者梁家麗 身形 鮮細 卻扛起離散港人的厚重使命 2023年跟另外夥伴 在台灣創立光傳媒 顧名思義就是在黑暗照進光芒 但特別是他們定義的光 是物理學的光子更小更亮 光傳媒流量七成來自香港本地讀者 讓他們相信可以再看見光 不能在辦公室受訪 因為其他員工身份 辦公室地址都得保密 以免被反滲透 網站特別開了離散主題新聞區塊 隔海持續報導香港政情 還有散落各地香港人的心 牽在一起 因為我覺得離散的時候更孤獨 你在海外的時候 你更看不見對方 那麼遠 你做的到底有什麼功能 或者是有沒有用呢 就是很多人也會覺得很 很失望或者是很 我覺得很無力感 很失落 很無力感 所以我覺得那個離散的欄目 就是我盡量想做 就是讓不同的人知道 有人在台灣做 香港人在台灣做這些 香港人在美國還在做這些 然而他們共同困境都是身份問題 簽證期滿 誰來執政 給不給都還是未知 移民署統計 2019年來台 拘留香港人5858人 核定的只有1474人 2022年申請拘留 暴增近雙倍10813人 能夠定居的也只有1500多 2021年同樣 11000多人申請 核定的只有1685人 顯見香港危機後 來台灣的人數直線上升 但拿到身份始終維持一千多人 港人想要落地生根 卡在政府的古安疑慮 是敵是友還在糾結認定 能來不能留 甚至被二次移民 是來台港人的共同處境 工作簽證 然後就是沒有一個永久居留的一個 所以身份 對 身份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是 好像一個floating 就是在漂流的一個狀態 每位旅客從香港機場登機前 都得走過大大離港二字 離開香港後才發現 所謂遠方是還不知道能不能 大大方方留在同個地方 那麼會不會有越來越多港人 想要到遠方呢 因為香港立法會最近討論一項 要嚴重衝擊港人的法案了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明定了七項禁止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被視為叛國法條 預計四月就要全面通過了 英國前首相現任外相卡麥隆 抨擊說 這是嚴重侵害港人的基本人權 我們仔細來看 基本法二十三條包括了 叛國 叛亂 煽禍叛變以及離叛 以及具有煽動意圖的作為 與國家秘密其間諜活動相關的罪行 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 境外干預以及從事危害 國家安全活動的組織等等 而且上述各項都有 域外的法律效力 另外其中很多項條例的刑罰 也大幅提高了 例如像叛國叛亂 煽禍中國武裝力量成員叛變 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等四項罪名 如果成立的話 罪重是可以處以終身監禁的 而且他甚至連把蘋果日報 當作紀念存放在家裡頭 都會被認為具有煽動意圖的作為而違法 還有神職人員聽取信徒的告解 如果發現這個信徒有叛國意圖的話 也是必須要舉報的 那麼甚至當然了 境外跟香港本地的智庫合作 也就有機會被視為是配合境外勢力 更甚至在整個法案的討論過程當中 有部分的人士建議香港根本就應該要禁止 Facebook YouTube這一類的社交軟體 如果觸犯了這一條的人 就要被沒收住在公募資格 也就是社會住宅 雖然香港政府目前否認會這麼做 而且會一刀切的禁止嗎 後續還會討論 但雖然香港二十三條立法 在北京來說 早就是箭在弦上了 香港內部可以說是大局已定 但是香港立法會勘憲之後的同一天 加開了特別會議 快速完成這個草案的首讀二讀 立法程序之快 召人意外 所以就有分析認為了 北京可能是收到風聲了 認為國際上可能不是只有批評而已 而是會有更具體的行動回應 所以他們為了防止接下來 會有外資出走的情況 使得科技到香港投資的情形 出現障礙 所以才要這樣子加速通過立法 讓中方這裡有更多時間應對 接下來的發展如何 我們會持續帶您掌握 而回到台灣的最新消息 為您插播 是在稍早傍晚七點多 台北市信義快速道路上 一輛康橋中學的校車 疑似因為天雨路滑在隧道內翻覆 橫躺在中央車道上 車上當時有二十六名學生 跟一名駕駛 不過所幸車上乘客跟駕駛 全部都已經自行脫困了 目前初步了解 有八個人輕傷 但是意識清醒 而警銷人員也正在趕往救援的路上 至於詳細的翻車原因 需要將車輛扶正 以及將乘客送往安全的地方之後 再做釐清 稍後要來看到第十四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第二次會議 今天閉幕了 要如何從中觀察中國 接下來的政策布局呢 我們要一一來爬梳 兩會對台論述 以及會議當中釋出的重大訊號 各約七天的政協和人大兩會 已經分別在昨天上午和今天下午閉幕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 今年罕見不召開中外記者會 那麼未來幾年也不會舉行 這更強化了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大權一把抓的揣測 《金融時報》就分析了 這一次的兩會釋出的重大訊息是 在中國只有一號人物習近平 沒有二號人物 也就是說習近平執掌了空前的權力 事實上習近平上臺之後 確確實實打破了很多中國官場上的一些政治慣例 也因此取消記者會或許不是太令人意外 但是大家也都認為 那以前總理的記者會至少代表幾個意涵 首先總理的中外記者會是總理 從個人的人格特質 乃至於想要表現的金句啦 表現親民的作風等等 這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他是一個很容易被包裝成一個領導人 想要對中國十四億人口 想要對中外媒體表現他個人魅力的平臺 再者就是總理記者會也幾乎是中外媒體一年一度 唯一有機會 可以跟中國最高領導階層來進行雙向的溝通 但如今取消總理記者會 第一個反應的就是習近平打破慣例 再加一他進一步擴權 那麼第二呢 也凸顯中國總理不再需要藉由記者會來表現自己 而且回應外界一些比較尖銳啦 難以回答 甚至本身也不是總理主管的職權的議題 想要避開這樣一個不必要的困擾和負擔 所以這個中國改革時代以來的重要制度不復存在 今天中國人大閉幕會上通過了國務院組織法修訂案 這也創下四十年來首度修法的記錄 過去中國國務院是中國政府最高的行政機關 中國共產黨在文化大革命之後 其實是有強調要黨政分離 而且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之間 是有相當程度的分工 但如今連國務院組織法都修了 也讓中國國務院變成習近平的幕僚機構 過去以經濟工作為中心的國務院 將會變成以習近平為中心 中國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 在十一號閉幕 由中國全國人大委員長趙樂際主持會議 他前時大戰會開得很成功 凝聚了共識 密幕會議上人大通過了國務院組織法修正草案 進一步弱化了中共政治體制下國務院的作用 這次修法更加確立習近平瀆覽一切局面 金融時報分析這釋出的訊息 是在中國只有一號人物習近平沒有二號人物 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 人大兩會召開期間北京全城戒備森嚴 然而十號凌晨就有一名男子 開車衝向中南海正門新華門被門檻擋下 周圍數十名警力一擁而上 把駕車男子拖出後粗暴帶離現場 有北京媒體人分析黑車是掛著北京車牌屬於高檔車 車主絕非普通人身份應該很容易就能查出 意外不止一樁六號在兩會經濟主題的記者會上 還有女子突然衝上主席臺 坐在第一排穿回憶的女子衝上去之後 立刻被旁邊多名男子攔住央視也緊急切換畫面 女子的身份目前還無法確認 但外界推測他可能是因為私人原因才行動 兩會落幕至於臺灣 當然就是要從中觀察北京對臺政策 是不是出現什麼樣的轉變 昨天閉幕的政協會議當中 通過了政治決議 其中涉臺部分重申共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那麼這也形同為今年中國兩會期間的對臺論述來定調 今年政協的政治決議是二零一八年以來首度明文寫出和平統一 那麼我們就要來回顧去年了 中國政協通過的政治決議 對臺的議題只有提到一句 那就是推進祖國統一 前年政治決議則是提到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 堅決反對臺獨分裂行徑 另外中國涉臺學者還提到 中國對臺政策是具穩定性延續性 而且和平統一的基本方針沒有改變 而兩岸交流從偏重經濟轉往社會文化等領域 會持續推動融合發展 那麼這又是出什麼樣的訊號呢 是不是暗示接下來中國促統促融將是未來最主要 也最具體的對臺策略進一步打破臺灣的規範 而不在於升高兩岸軍事對立 把重點放在民間還有企業 在兩岸局勢緊張之下 我方又是如何因應的呢 國防部長邱國正上個禮拜在立法院說 他每天提心吊膽很緊張也睡不好 現在還傳出每個禮拜六日上午 如果沒有行程的話 他會去橫山指揮所了解共軍的動態 其實橫指索呢位在臺北市大持國防部旁邊的山洞 負責國軍作戰指揮 也被視為是國軍指揮系統的中樞 也是緊急和戰時的最高指揮中心 曾經有一段時間 邱國正一個禮拜會去好幾次 兩岸的狀況是很嚴峻的 我每天挺吊膽的 我睡得不好 兩岸情勢越去緊張 國防部邱部長都失眠 而平時不只要坐鎮國防部謹慎都軍 520前夕恐怕得花時間進入橫山指揮所 平時就是戰時 有漢光士兵演練 前夕的政軍兵推 除三軍統帥總統蔡英文 以及殘謀總長會進駐橫山指揮所 現在傳出為嚴防解放軍 刺激侵擾擦槍走火 部長邱國正將可能每週六日 必須在指揮所內渡過 被視為國軍指揮系統中樞 更是緊急和戰時最高指揮中心 傳出美方2023年底 曾派員使用精密儀器全方位檢測 卻發現這個地方 防護勢必要精進強化 目前橫山指揮所入口所使用的混凝土 抗炸係數可以達到五千磅 不過美方最新報告卻顯示 希望台灣能運用特殊混凝土 將抗炸係數提升到一萬磅 今晚橫指所內能承受兩萬噸核爆炸 和兩千噸傳統轟炸 以及電磁脈衝攻擊 但出入口一旦遭敵攻擊癱瘓 橫指所內反制能量恐怕大打折扣 敵方擁有衛星島嶼或雷射島嶼的精準彈藥 所以就可以對橫指所採取精準打擊 如果說可以提高到一萬磅的話 每平方公分可以來到將近920公斤左右 那就可以抵禦各式精準彈藥的打擊 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 不知敵軍何時會來 做好準備才有反制 一拼本錢 今天有謝前鵬宇舟 採訪報導 國防部長邱國正才說兩岸瀕臨動武 擔心的睡不著 那麼今天國安局長蔡明彥被問到睡得好不好 可真的讓他左右為難 最後只能說有在睡覺 但兩岸情勢升溫 國民黨立委賴士寶 質詢時就問到有關國防部新版第一集 是否中共基建進到我十二海裡領空領海 就一定會打 國安局以及國防部 一口同聲表示這是原則 但不能夠畫等號 終極二選一國安局長蔡明彥進退兩難 尤其面臨中國兩會落幕 蔡明彥要國人別擔心 因為沒有情資顯示 台海緊張情勢有持續升高狀況 而中國對台手段則是軟運兼施 那我們預判在520的前後 這樣子的一個壓拉的兩手策略 會持續的來進行 對台灣來施壓 那也來影響新政府未來兩岸政策的一個走向 中國壓力台灣不是沒有感受到 尤其軍事恫嚇也讓國防部有了新版第一集說 只要進入我們的十二海裡或者上面的零來零空 以外我們現在的軍力一定可以打下來對不對 是的 所以越界實體越界就第一集 這個話並不等於 只要越界我就打不能話等話 對要看到 不能話等話我前問你 要看現實的狀況 這是一個原則 不只第一集得臨機應變 國安單位也緊盯中國軍事動態 這跟歐洲的議員 美國的議員 訪台其實都有高度相關 我們之前的計算大概是一個議員 大概就是值大概十架飛機左右 各種的軍事施壓的動作 它現在有個趨勢 就是慢慢朝向常態化來發展 平均大概七天到十天 就會有一次的聯合戰備進行 國際有人來台越頻繁 中國軍事施壓就越嚴重 台灣拓展國際交友 看在中國眼裡 往往成為挑起台海爭端的藉口 經紀人蔡成佑 參謀報導 雖然國安局長蔡明彥說 沒有情資顯示 台海緊張局勢升高 但在習近平獨掌大權 對岸頻頻攻武嚇之下 台海風險還是很難預料的 所以自立自強就很重要了 不少專家學者都說 備戰才能夠避戰 提升備戰能力才能夠嚇阻侵犯 今天謝謝亞裕帶來的 《靠近看中國》 休息一下 接下來我們要看到 在你我家旁附近 都可能有淺山動物出沒 像是貓頭鷹 草枭 穿山甲 梅花鹿跟台灣猕猴 但是他們卻各自歷經了危機跟難關 本週的深度探照鏡 我們要來關心在你我家旁附近 就可能有淺山動物出沒 像是卡哇伊的愛心蘋果臉 貓頭鷹草枭 穿山甲 梅花鹿跟台灣猕猴 他們都各自經歷了一些危機跟難關 今天我們要先來關心的是草枭 它正在保護幼鳥 而且你仔細看會發現 它其實有著一張很萌很可愛的蘋果臉 草枭主要居住在台灣的南部農地 但是也因為太接近人類生活的區域了 所以近年來就經常遭受到一些 遊蕩犬隻的攻擊 再加上有不少地方被開發 所以草枭的棲地就逐漸減少了 我們要怎麼保護他們呢 而農民 居民開發土地的科學園區 又可以做些什麼 一塊來看 拯救草枭總動員 懷著感恩之心 十多年前加入有機行列 高雄大樹 簡大哥的鳳梨田裡 雜草很多 卻不用除草劑 也堅持不用老鼠藥 你的老鼠都怎麼處理 沒有處理 反正就算公司招待 他吃完了 我再處理就好了 簡大哥想把鳳梨園 變成老鼠的buffet天堂 他也不會一整顆都吃完 他就是這邊咬一下 這邊咬一下 就這樣子 如果說他是追求產量的話 他被咬一口的話 那一顆就沒了 畢竟是吃進嘴裡的水果 寧可有損失 也不願意用藥 其實簡大哥也是為了保護田裡的教課 夜幕襲來 他瞪著圓圓大大的眼睛 四處張望 要來捕捉最愛的老鼠 可愛的蘋果臉是他的招牌 他叫東方草枭 是台灣特有牙種貓頭鷹 高雄鳥會在簡大哥的鳳梨田 裝設的錄音機 就曾經錄到草枭的叫聲 一邊巡視鳳梨田 一邊討論錄音機的架設地點 這麼努力保護草枭 觀察草枭有原因 根據這個嘉義大學的蔡宿師老師 他們的統計估算 估算大概是五百隻左右 這個數量的集聚其實跟食物 或者是跟台灣黑熊 其實是差不多等級的 同樣是一級病為動物 東方草枭的被關注程度 卻遠遠落後 因為它過去實在太過神秘 草枭屬於台灣12種貓頭鷹其中之一 不同的是其他貓頭鷹都是住在樹洞 唯獨東方草枭在草生地裡 竹草繁殖 叫聲又難以辨識 做其他的貓頭鷹的調查 有時候我們會聽叫聲 那我們就知道說 聽到叫聲知道這裡 有哪一種貓頭鷹叫 但是草枭的叫聲 一方面是很小聲 另一方面是如果你沒有經驗的話 你不知道這是草枭在叫 因為它的叫聲非常像蟲在叫 目前只知道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 這四座城市 氣候乾爽的草生地 有利於東方草枭繁殖 但隨著人為開發 它的棲息地越來越少 而另一個重大衝擊 得歸咎於多數農民 慣用的防治方法 可能吃他們的農作物 所以他們會在田裡面加鳥網 所以他們其實不是故意要抓草枭 但是草枭不小心撞到這個鳥網 它可能會在網子上面被太陽曬死 我們其實有時候會用毒鼠藥 因為這些猛禽 它就是吃老鼠為主的 那所以間接的就會有中毒的一些問題 老鼠藥是慢性毒藥 中毒之後的老鼠不會立刻死亡 而是透過食物鏈帶著毒藥 進入草枭的身體 鳳梨田裡有很多老鼠 所以是草枭非常重要的秘食區 而如果草枭要築草的話 他們通常會選擇到草生地 像是陸竹科學園區 就保有草生地 可以提供草枭來棲息還有秘食 而在外頭就立有告示牌 就是希望民眾不要任意來進入 以免破壞草枭的棲息地 但要找到這也不容易 除了告示牌之外 幾乎只能用荒煙蔓草來形容 這種白茅草過去是讓農民 頭痛的雜草 只要白茅草長得好 就會有老鼠蒞臨 但老鼠一多 就會吸引草枭來覓食 這是那個白茅草根 除了富裕白茅草 不遠處還有個漆架 最上方是讓草枭停留的地方 讓它能從高處俯瞰找食物 保護有機農地 保護有機農地 2021年橋頭科學園區開發案進行環評 預定地內的中期有機農業園區 農民北上環保署抗議 就是不想讓過去的辛苦化為烏有 他們可是經過十年努力 不用藥不用化肥 才打造出生態豐富的自然環境 也是草枭的重要棲息地 但隨著開發有機專區搬遷草枭生存 面臨考驗 南科管理局承諾為草枭保育 盡一份心 將保留喬科園區的中央泥火山公園 有十三點九三公頃的面積 並有至少四公頃種植白茅草 而露竹科學園區也將擴大異地補償 設置草枭保育區 高雄鳥會希望原地保留和異地富裕都必須得成功 才能保護草枭的生活環境 而除了露竹科學園區 燕巢的捆牛湖社區後山 也有草枭棲地 我們繼續前往燕巢 棲地附近就是民宅社區 這是因為草枭是淺山動物 生存的地方和人類高度重疊 但它只在夜晚低調出現 不容易被人類發現 也最怕被人類過度關切 是前面這一塊草地 那裡面你可以看到它當中還有一些銀河荒 是因為我們 它現在已經開始進入 在找那個繁殖草味的期間了 所以我們就暫時先不進去干擾 就連可怕的外來種銀河荒 也暫時不進入清除 更別說我們這些外來的訪客更不能 輕易打擾 因為草枭是一種很敏感的鳥 那尤其是牠在日間休息的時候 或者是特別是繁殖劑 牠如果正在復旦的期間 只要一被干擾 牠可能就完全離開那個地方 隔了很久會不會再回來不知道 就能讓你們找出來 高雄鳥會的志工會在適當的時間 來著清除銀河荒 不讓牠的強勢清洗白毛草的生長 也會定期在漆架上 以紅外線攝影機和自動錄音機 蒐集草囂在附近的活動 除了監測和定期的外來種清除 平常幾乎沒有人會來著 但除了環保團體和學者的努力 農民也能共同維護生態 晚間六點多 平科大鳥類生態研究室的成員 正加緊趕工佈置 這裡是屏東市的前進社區發展協會 附近農民忙完家務一夜來報導 和農民面對面就是希望鼓勵農民投身保育 其中這位青農去年在農地裡架設 猛禽七架成功拍到了登方草硝 平常白天的時候就已經知道 我們那邊猛禽類 那個我們那個環境很好 但是夜間拍到的時候 更多遠更多像非常有成就感 小雨種植的是紅豆等雜量類 去年就加入生態服務給付方案 這項方案的發放標準包含 農民對農地友善 不用老鼠藥不受夾不架設鳥網 每公頃農地每年最高 可以拿到兩萬元獎勵金 如果再配合架設及協助維護七架 就能再領三千元的七架監測獎勵金 一旦七架上的攝影機拍攝到猛禽影像 還會再加發一萬元 這些都是屬於給農民的生態薪水 它用友善的生產的方式做 那其實它有可能會影響它的產量 其實這樣的成本 我們其實思考它不太應該 由當地的軍民自己來承受 那針對草蕭的分布的一些 河岸地的部分 就是從屏東市 那往上就是從 九如 岩浦 離港到高速這幾個鄉鎮 目前我們計劃是預計要推60公頃 只不過農地裡百滅鼠藥 是農民數十年來的習慣 不但成本低又快速 現在要他們改變做法 談何容易 常年研究猛禽類的洪孝宇認為 除了給農民的鼓勵 也該從源頭管制老鼠藥 其實要防治鼠藥 除了用藥還有其他方法 像是洪孝宇從2017年就開始推廣 在農地裡架設猛禽漆架 通常猛禽他們會喜歡 站在制高點去覓食 但如果這片農地裡沒有大樹 它可能需要一直拍動視 那就很累 那它不會在這裡停太久 那如果我們設了一根漆架讓它休息 它就可以延長它在這個田裡面 停留的時間 那就可以有機會在這邊抓到老鼠這樣 漆架不只讓猛禽幫農民除鼠害 還能架設自動相機 揭露草硝在夜間活動的一舉一動 這對國內的草硝研究 是一項重大突破 但草硝的保育 還有個新的難題要面對 譬如說露竹科學園區的圍欄 有特別設計 白天兩隻草硝青鳥正在巢內休息 母鳥身體下方還有四隻剛出生的幼鳥 突然間 狗叫聲越來越近 相對弱勢的草硝趕緊發出警戒聲 公鳥也守在巢硝入口 張開翅膀威嚇遊蕩犬 幾天內這隻遊蕩群速度親門踏戶 雙方不斷僵持 這段畫面是平科大鳥類生態研究室 在屏東一處草硝潮區 記錄到的驚險畫面 也是國內首次記錄到的場面 大概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們要去檢查那個相機 然後就發現說 就是潮的前後的那個草地 都被踩平了 所以我們當天就立刻決定說 去採買一些設備 然後去把這個草給保護起來 有了圍裡保護 兩個月後 草硝幼鳥順利的離草 自理門戶 但遊蕩犬隻的威脅 不會只是偶然 盡量地去降低流浪狗 跟草硝的接觸 那還有就是請民眾不要餵食流浪狗 因為餵食流浪狗 它一方面造成狗群的聚集 另一方面會造成他們存活率 跟繁殖的增加 因為他們看到蠻多人 牠會餵狗 但是牠並不會做結紮 要如何防止遊蕩犬隻的威脅 使農業部正在頭痛 也不得不積極面對的問題 畢竟東方草硝 好不容易才在各界努力下 漸漸打開神秘面紗 對牠更了解 也更知道如何保護牠 也保護地球的生態 所謂的生物多樣性 但是當這個物種一個一個消失 然後變得很少的時候 那牠的那個彼此的關係 就會變得非常不穩定 所以就會比如說導致老鼠大爆發 但是沒有天敵可以來抑制 國保集團總裁朱柏榮涉嫌炒股內線交易 遭到判刑 去年九月 氣保五億潛逃出境 2.5萬公里的海陸空逃亡計畫 詳細的內容更多內幕馬上回來 國保集團總裁朱柏榮涉嫌炒股 內線交易遭到判刑 去年九月氣保五億潛逃出境 現在檢警追查協助逃亡的共犯 也還原出了朱柏榮的逃亡路線 才發現原來朱柏榮搭遊艇 從臺南逃到菲律賓之後 就靠著友人夏本節提供的私人包機 飛往萬納渡 接著又再轉機飛往以色列 最後因為當地爆發戰爭 再又逃到了俄羅斯 目前檢警仍然持續追起 身穿西裝外套有著外籍連控 他就是美籍猶太裔珠寶商夏本節 日前檢調調查國保集團總裁朱柏榮 棄保前逃案 他也被列為是協助逃亡的共犯之一 原來夏本節和朱柏榮兩人 過去是事業合夥關係 一起打拚二十多年交情甚好 檢方就透過夏氏夫妻的手機發現 他與妻子替朱柏榮乘租私人專機 讓他順利潛逃出境 兩人雖然否認事先知情對方要逃亡 但訓後仍然被限制出境及八十萬元交保 而朱柏榮的逃亡路徑也逐一曝光 其實朱柏榮去年早就開始籌劃偷渡 先跟超跑達人周哲南以一億人買下豪華遊艇 還在基隆八斗子新城碼頭 投資遊艇管理公司 去年九月七號最後一次到派出所報道 後在中興船長父子黨的協助下 搭乘遊艇從臺南安平逃到菲律賓 之後又靠著夏本杰夫妻的私人包機 匪往萬納度 接著再轉機往以色列作為落腳處 但因為當地爆發戰爭 朱柏榮才與妻子圈圈逃離戰亂 匪往俄羅斯 靠著陸海空運不斷變換地點 躲避追棄逃亡計畫相當縝密 據瞭解朱柏榮與妻子在莫斯科市區 一處高級飯店受專人保護 但由於臺俄兩國沒有邦交 加上烏俄戰爭等因素 檢警想要追棄到岸 恐怕將面臨瓶頸 更不排除 朱柏榮隨時會前往下一站躲藏 近新聞綜合報導 從以色列到俄羅斯 難道是越危險的地方 越安全嗎 從朱柏榮的這個海陸空 二點五萬公里大逃亡的計畫 看得出來非常縝密 他到底是怎麼辦到的呢 更多內幕我們請進週刊 資深司法記者劉智元 來告訴大家 朱柏榮他的逃亡路線 其實是經過精心的設計跟規劃 在他去年遭法院二審重判之前 其實應該相關 不管是水路 海路 空路這些都已經規劃好了 首先就是看到這個是周澤南 他是超跑達人 他也是朱柏榮的事業夥伴 那他先用一億元買了一個高級的豪華遊艇 停放在八斗子 基隆的八斗子漁港 那我們看到的就是說他們也投資新城碼頭的一個油艇管理公司 為什麼 其實就是眼人耳目 那眼人耳目他就是有了這個油艇了以後呢 在朱柏榮決定逃亡的時候 他就是由周澤南用他的超跑 就是接著祝國王到台南的 從台北到台南的安平 在安平登上了這個豪華的遊艇 八十五尺長的豪華遊艇往菲律賓的老臥去 到了菲律賓的老臥呢 他們這一組第一段的人就不再聯絡了 接下來看到這個是美籍的商人 猶太人 他是做鑽石跟原石的生意的 夏本傑他負責哪一段呢 他就負責從菲律賓的老臥到下一段 就是萬納路的部分 他跟他的妻子叫做林玉芬 他們花了六百萬幫朱柏榮租了一個私人的飛機 停放在老臥 那到了老臥以後 朱柏榮就跟他的嫩妻 跟他的妻子宣宣一起登上了這個私人的包機 那因為夏本傑是美國人 他也用美籍的身份掩護 夏本傑也在這個私人的專機上面 他跟他太太 就是兩對夫妻都在這個私人的專機上面 那他們就是從菲律賓飛往南邊 六千多公里外的萬納度 那抵達了萬納度的以後呢 他們就是分道揚鑣 夏本傑跟朱柏榮也不再聯絡 夏本傑他就從萬納度搭飛機到澳洲 再回到台灣 那同一時間 朱柏榮跟他的太太在萬納度住了五天四夜 五天四夜就是要取得萬納度的護照 那取得萬納度的護照了以後 他們就是朱柏榮跟他的太太 就從萬納度飛往以色列的首都 台達維夫區 他們將逃亡的過程都是住在飯店裡面的 但朱柏榮到底是何方神聖 又有什麼通天本領啊 為什麼這麼多友人寧可冒險也要幫助他逃亡到天涯海角 而檢警現在追查又遇到了什麼困難呢 繼續將時間交給志源 朱柏榮他能夠逃了兩萬五千公里 那其實中間有很多人幫助 其中一個非常關鍵的人物就是我們看到美籍 猶太人他是一個鑽石商人叫夏本傑 那這個就要先提一下 就是說他其實是跟朱柏榮已經合作超過二十年了 那他們做鑽石生意 也是讓朱柏榮能夠致富的原因之一 朱柏榮他其實早年在1980年代的時候 他其實在澳門犯下了一個運燒車的搶案 有造成人員的傷亡 那他當時就是被當地的政府通緝 那隨後他就用反共議事的身份來到台灣 那來到台灣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其中一個就剛剛跟提到 跟夏本傑做鑽石生意 另外他做金融業 他也做房地產業 同時最有名的就是殯葬業 這讓他累積了百億的身價 在這個幾十年的過程當中 朱柏榮結識的各行各業 包括政界、商界甚至法律界都有他的人脈 他這麼多的人脈 他其實為人非常的重義氣 然後花錢請客吃飯這些都不手軟 所以在他一旦他出事了以後 有這麼多人願意幫助他 那從陸續已經目前有十個人 就是幫助他逃亡的人十個人 就是盜案 然後有的被交保 有的被限制出境 那我們有去問說 那朱柏榮的身邊的人問他說 朱柏榮逃亡連累了這麼多人 雖然他自己跑到了歐洲去了 現在在俄羅斯 那他有沒有想過說要回來面對 那他身邊的人告訴我們說 其實這些人就是情意相挺都是幫助他的 就是而且朱總裁 他們都稱呼他朱總裁 不會回來 那我們的了解其實說 因為這十個人都是自首跟自白 其實依照目前的法律 就是應該都不會坐牢 就是說雖然朱柏榮沒有回來 可是這些幫助他逃亡的人 都有可能獲得輕判獲得緩刑 那目前朱國王行蹤就是在俄羅斯 那這些俄羅斯因為跟歐美 就是因為無二戰爭的關係 就是說處於對立的狀況 那目前如果國際刑警組織 要求俄羅斯協助幫我們把朱國王抓回來 那俄羅斯是不會理國際刑警組織的 所以呢這對朱國王來說 俄羅斯是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 那至於他是不是會往其他 就是對萬納度免簽證的國家 像是柬埔寨或者是非洲的烏關達這些國家 消息是指出都很有可能 那檢警目前還是持續跟相關的單位 國際型組織的相關單位合作 要把他抓回臺灣市 謝謝志源的說明 再來一個社會焦點 是桃園市昨天發生了一起恐怖命案 原名男子在汽車旅館裡頭遭到虐打 然後被載到新北樹林丟包之後 不幸身亡 涉案的兩名嫌犯展開逃亡 一路換了三輛車製造斷點 最後逃回桃園 然後在平鎮狼狽落網 而檢警檢察官也重返摩鐵去勘驗 要追查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涉案共犯 大平原警包圍車輛 賀令嫌犯下車 但對方似乎還想逃 就怕嫌犯衝撞 原警立刻打開車門 而嫌犯眼看已經被前後包夾 這才就地趴下束手就擒 會這麼大陣仗抓人 就是因為他涉及一起殺人命案 這起恐怖命案就發生在桃園市桃園區 10號清晨囚刑嫌犯在一間汽車旅館內 與陸姓男子發生糾紛 當場持盾氣和開山道毆打 導致陸姓男子最後不知身亡 竹賢離開七旅時沒有退房 員工一進到房間內才經見大量血跡 立刻嚇壞報警 而警方一吊監視器才發現 原來主賢和林一名在場的無姓女子 將被毆打後已經奄奄一息的被害人 抬進轎車後車廂後走落泡 一路在桃園市打轉 發現警方追捕後 又立刻前往新北樹林 但主賢疑似是心虛緊張 整輛車不慎摔落山溝 沒想到他竟然棄車 將被害人丟包山區 並叫來朋友接引到櫻哥 在和親友借車 在無姓女子返回桃園平鎮住家 但這時警方已經掌握 結果兩人確切位置攔截圍捕 把他帶到該處遺棄 最後延誤就醫致死 隨後畏罪逃逸 檢察官及法醫十一號下午 重返旅館勘驗 查看事故現場 是否還有其他主死馬跡 速度還原案發情刑 警方也將持續追查 有無其他人事涉案 警新聞綜合報導 好 那這起驚悚命案的動機 到底是什麼 警方調查發現當天秋信嫌犯 跟死者是約在氣旅開毒趴 但是過程中嫌犯發現有八萬元不易而非 所以就懷疑是死者下手偷的 因為死者在中途曾經離開過 所以兩個人當場就爆發了口角衝突 嫌犯犯而持開山刀跟鈍器 重擊死者 那麼檢察官前往殯儀館相驗的時候 初步調查致命傷口疑似就是頭部 白色交車駕駛緩緩開入車道 與旅館人員洽談訂房 但近十小時後沒退房 就獨自開車離開 而隨後他涉嫌的殺人命案 也跟著曝光 警方尋現追查嫌犯作案車輛 才發現整輛車衰落新北樹林 邊坡的山區 貨車廂還呈現開啟狀態 原來主持人載著死者逃到 新北樹林山區 發生車禍後 第一時間就把後車廂打開 更將人丟包在原地 當時被韓人遭淋虐後 頭部重創還被塞進轎車的後車廂 被警告發現時 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送營搶救人傷重不治 時隔一天死者被丟包現場 還留有封鎖線 警方逮捕嫌犯後也發現 抽信嫌犯與陸姓死者 兩人其實原本是好友 都在工地工作 十號凌晨相約七旅開毒趴 還找來傳播妹助姓 但陸姓死者中毒卻開車離開 派對結束前 抽信嫌犯發現自己的錢 少了八萬塊 懷疑好友偷錢 一氣之下拿刀和鈍器 重擊對方頭部和手部 為什麼欠債八萬就要殺人啊 帶著安全帽低頭不發抑郁 跟著瞭解他與陸姓死者 都住在桃園都有毒品前科 又因為相同職業都染上 毒品惡系才會變成好友 我們初步的死因我們有確認的嗎 我們相約會同意發言 謝謝 檢方十一號下午前往 殯儀館相約遺體 家屬也到現場 初步調查致命傷口疑似 就是在頭部 相約開毒趴沒想到卻疑似 因為金錢糾紛買下殺雞 鬧出人命 近新聞綜合報導 食安危機 毒辣粉越查越多 南投老牌醬料大廠金福華也遭到波及 福寶牌沙茶醬已經緊急通知 下架回收 業者出谷估計損失恐怕有五千萬 高雄市衛生局昨天公布了第三波問題 辣椒粉下游的流向 結果發現其中在高雄的一家頂技公司 居然也是這個理性負責人 也就是精湛國際公司的負責人 他以親友名義所設立的第十一家公司 今天上午衛生局已經調查局的人員 冰封多路進場搜查 所以包含頂技公司 這十一家關係公司都因為影響情結重大 全部被衛生局廢止食品業業務登記事項 以及食品業者登陸 衛生局人員馬不停蹄 在紙箱上貼上紅色膠帶封條 這裡是松封公司的倉儲 也是被檢調公布 金站實際負責人李姓男子 以親友掛名在台灣成立的其中一家公司 同時間另一家海順還有調查局 跟衛生局人員進入 後來有查到什麼嗎 接近下午五點調查局人員 才步出海順 從上午十點就進場搜索 至少七個小時 各個面露疲憊 包含金站在內 原本只有十家關係企業 如今卻在多一家 鄰近兩個地址 總共一個地址是六家 另外一個地址是三家 海順與松封則是另指設廠 從各項市場發現 李姓男子用親友名義成立了十一家關係公司 分別有登記在建華街263號的金站結展龍海同計等六家 隔壁的家廣初一十五以及頂記 而海順跟松封則分別在鳳山跟大樹另外設置 八號這十一家就被處分停業六個月 累計重罰四百三十八萬元 十一號因為情節重大 包含頂記一起被車照 二月底三月初就已經查扣 只是因為他檢查還要一點時間 三元一號從金站嘉廣海順倉庫所查扣的辣椒粉 由於數量龐大必須分批抽驗 十號高雄市衛生局也公布第三波下游流向 就怕持續有尾包彈 透過人頭公司從中國進口蘇丹紅辣椒粉 理性負責人以及另外兩名員工 檢方深壓失敗 表示週一要提抗告 釐清案情全貌 近新聞綜合報導 而且現在再查出了一家下游食品加工廠 居然是南投老牌的醬料大廠金福華 而金福華製造的沙茶醬 幾乎是出貨到全臺各大大小小的火鍋店家 還有一些餐廳 所以消息傳出來 讓市場端的店家都嚇壞了 很多連鎖集團像是馬辣 竹姦 在今天一早都召開了緊急會議 一再查核進貨來源有沒有問題 就連這個連鎖水餃店五花碼 也採取了預防性措施 停止供應辣醬 而確認有進貨金福華沙長醬的三媽臭臭鍋 也立刻宣布停賣一些產品更換醬料 午餐想吃鍋貼水餃 點完餐卻發現沒有辣醬配料可用 辣包目前也沒有 敏感時期我們在檢驗當中 就是想吃辣那改點個麻辣鴨血鍋好了 結果老闆說不賣了 確實蘇丹紅辣椒粉惹的禍 高雄期間的問題辣椒粉流入沙茶醬 製造大廠金福華 再銷售給下游餐飲業者 其中小火鍋連鎖店三媽臭臭鍋 一早就接到衛生單位通知 部分加盟店也進貨了這些沙茶醬 更換醬料順不停賣麻辣鍋 辣滷味不提供加辣服務 部分門市為了不影響生意 更乾脆自行採購辣醬 沙茶醬是火鍋必備 受到波及的業者不止一家 無仙級過物也有兩樣產品 使用高雄鼎勁燈籠辣椒粉 還有南投金福華沙茶醬 同樣緊急宣布停售相關產品 更換沙茶醬 幸運的不在這一波名單裡的 包括連鎖火鍋集團馬辣和主間 也即興召開內部會議 確認各種醬料貨源 再要求廠商提供檢驗資料 消費者也有人心驚驚 可是有時候會去買去吃火鍋 然後會買像看到食泉 人都有 我都嚇一跳 我照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沒有去想到那麼多 到底還有哪些食品廠用的問題原料 柳翔複雜 市場端的餐飲業者們 全部繃緊神經 綜緊神經也很害怕 是因為南投金福華食品 他買到了蘇丹紅辣椒粉 有九千公斤 而且當南投縣衛生局 到現場積茶的時候 只剩下十三公斤了 也就是說其他的都已經做了沙茶醬 販售給下游廠商 那很多人就想到了這個福華牌的沙茶醬 因為他是廖俊代言的 那業者就趕緊澄清了 他說福華牌沒有用到問題原料 用到問題原料的是福寶牌 所以現在已經緊急通知下架回收 業者初步估計損失恐怕會有五千萬 廠房內衣香香沙茶醬 對得跟小山一樣高 全部鐵上封條 因為這些都是不合格品項 裡頭含有蘇丹紅辣椒粉 南投金福華食品公司 向金站進貨了八千九百八十八公斤 問題辣椒粉 但衛生局到場機查時 只剩下十三公斤 其他已經全數被做成 共計五十五款的沙茶醬 主要是福寶牌沙茶醬十七公斤 以及三公斤的款項 初步估計下游廠商有一百三十九家 通路流向全省的小吃店餐廳 以及小型火鍋店 原本一度傳出 廖軍代言的福寶牌沙茶醬 也中標 不過業者乾淨澄清 至極台南食品行也有鋪貨福寶牌沙茶醬 不過十一號一早業者已經陸續下架 因為這款沙茶醬 有許多小吃餐飲業者都在使用 金福華說自己也是受害者 初步損失可能超過五千萬元 或許也將向金站公司求償 並且同步向下游廠商聯絡 要趕緊將問題產品全數回收下架 除了業者主動回收外 臺南市衛生局貨爆後 也趕緊針對下游廠商進行機查 發現民想雙行現場有多箱福寶牌沙茶醬 趕緊封存下架並持續擴大追查 新新聞綜合報導 而且不是只有醬料有問題 連炸機會用到的炸物粉 淨漬粉也被驗出使用了違規的蘇丹紅辣椒粉 桃園市衛生局查到了新北保新公司的問題辣椒粉 就出貨給了桃園的金河味食品 製作成炸雞粉 鏡子粉 賣給了下游十六家的食品業者 所以現在有不少炸雞攤都屁屁剉 而桃園衛生局要求下架還未出獲得三百三十四公斤 同時這個也已經把這個要求賣出去的 必須全數回收 打開倉庫大方秀出才進貨的地瓜粉麵包粉 強調原料食材絕對沒問題 因為我們跟上游雜良行 那我們的粉是固定都是用那個地瓜粉加麵包粉 所以說我們的粉很單純就是 不是在調製過的 鮮果粉再下游鍋 金黃酥脆的炸衣 讓每塊雞排咬下去咔嚓咔嚓響 每天至少賣出上百份 但蘇丹紅辣椒粉風暴繼續燒 最近茶季進度桃園市衛生局又查到問題 辣椒粉原料做成雞排粉 從業者到消費者難免心怕怕 就是目前我們使用的東西還沒有中 所以還在擔心提醒掉 確實會很擔心啊 影響到健康吃下去是不知道的 所以會覺得那個嚴重性是很嚴重的 就不要吃辣了 只能這樣子 只能這樣子 吃少一點 盡量吃外食吃少一點 自己家裡做 新美食保新公司被查到違規批號的 青辣椒粉原料出貨給下游廠商 其中包括桃園金和味食品公司 製造成薄皮辣椒炸雞粉以及香雞排鏡子粉 再賣給桃園市十六家食品業 桃園衛生局前往查契 當場查封還沒出貨的 青辣椒粉三百三十四點二公斤 已經賣出去的 也要求業者全數回收下游廠商配合下架 但蘇丹紅辣椒粉流竄全台 不知道有多少產品 早就被消費者吃下肚 繼續問馬恩凱同樣影響報導 您有買ETF嗎 ETF熱潮讓00939成立規模標531億 刷新了台股ETF史上紀錄 台股加群指數今天收跌 終止了連續五天的漲勢 不過人就擋不住ETF上車潮 其中又以股息型ETF最熱門了 像是最近才完成申購的00939 規模就已經來到531億 刷新了台股ETF史上的紀錄 還有另外一檔00940 目前還在申購中 就已經爆出大量 造成了APP還一度卡卡的 投資人甚至被告知來不及扣款 請耐心等待 點開手機APP想申購10下超夯ETF00940 沒想到 頁面進不去就是進不去 有投資人頁面甚至跳出這個 系統表示申購人潮眾多 要投資人耐心等扣 但就算好不容易進去了 連扣款也要等 有投資人就收到了這封扣款等候通知 近期台股交投熱 儘管3月11號加權指數收跌 終止了台股連5天的漲勢 但依舊抵擋不了ETF熱潮 投信觀察最夯的類型 莫過於股息型 投信分析股息型的ETF 除了門檻低還有高配息優點 引爆投資人上車潮 尤其最近一檔高股息ETF00939 才剛剛結束申購 成立規模就已經來到531億元 刷新台股ETF史上紀錄 同樣也是高股息 另一檔00915 近一年報酬率超過58% 位居ETF之首 甚至比台積電的報酬率48.1%還要高 但現在進場專家建議 可以這樣做分配 我們搭配高股息加市值型 等於是搭配了價值股 加上成長股 那在一個資本市場來說 兩者的搭配 就可以形成是一個 捕捉各種輪動 都有機會參與到的 這樣一個投資組合 趁股市熱潮 小資組想分一杯羹 還是得注意分散風險 金新聞 雅庭 黃雲杰 採訪報導 而身為科技島的台灣 三大科學園區的營收貢獻 不容小覷 國和會公佈最新去年全年營收 破三兆九千四百三十九億 雖然比前一年微幅衰退了 但還是創下了歷年第二高的紀錄 其中南科更是在半導體產業加持下 連續三年營收正成長 台積公司全球研發中心正式啟動 台積電研發中心去年七月 在新竹寶山正式啟用 隨著製程邁入二奈米 一奈米 台積電擴廠需求越來越大 全台三大科學園區全面備佔 台灣經濟不只靠護國深山 還有很大一部分是科學園區廠商貢獻 盤點二零二三年台灣科學園區表現 整體營收破三兆九千四百三十九億 儘管比前一年下跌百分之零點七 但仍創下歷年次高 更佔全年GDP將近百分之十七 以三大園區分析 逐科中科都呈現衰退 唯獨南科達1.5兆連續三年正成長 半導體產業貢獻八成以上 看好今年持續成長 知名分析師陸行之更點名 今年前兩個月營收表現最好四大產業 第一是化合物半導體暴增將近九成 其次是WiFi晶片設計服務 如何存儲記憶體 但產業當前面臨電價上漲壓力 連外媒也高度關注 電費要漲的這張文章 這個對那個不知是台積點 會有什麼影響 如果電費有一些些的這個調漲 應該也是反映國際油價的一些變動 達到一個雙贏為主的目標 應該是應該是沒有問題 漲電價勢在必行 如何降低營收衝擊是產業課題 但在AI加持下國科會仍樂觀看待 金龍年三大科學園區都能穩定成長 新新聞 學傳由家瑋採訪報導 直擊台灣萬中選一天才集訓贏 他們是科學界閃耀的明日之星 每年選出二十七位高中生 追逐國際奧林匹亞競賽金牌夢 你要具備的實力 你要讀的書 絕對都是很大於學測 台灣的學生如果拿到銅牌 開始眼淚就漏下來 台灣二十次創下全球第一 但為何教育部從未公開的追蹤報告顯示 自由生上台大之後成績不在頂尖 問題是他會考物理奧林匹亞 他的程度超越這個了 大一課程重疊太多 高壓與填壓 恐怕傷了對科學興趣 開始比較投入在資訊奧林匹亞 跟物理奧林匹亞以後 這些發明的這些常才 開始慢慢一個一個跑下 當台灣被全球追的晶片跑 半導體研發人才危機 確證蔓延 家裡很多學生都只要念碩士 他不能念碩士 因為他念了碩士就可以出去賺很多錢 全球競爭 人才就是國力 鎖定自由之憂 台灣金牌到底去哪了 本週末晚間 靜新聞調查報告 感謝你收看今天的調查報告 我是大方啟 我們再會 本週末晚安